我們民政黨團 今天以一個非常悲憤沉重的心情 來開這個記者會 首先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誰 標誌是 弄錢一時七兩五萬國 也就是說韓國瑜 護婚期 以及房國昌連鎖賣台 把台灣推向了不可逆的環境 也就是說台灣民主已經完全死亡 當然在這裡要闡述 自己的國家要自己救 賴總統所講的 我們要反手為攻 是要我們要雖然輸了表決 但是要贏得論述 贏得民心 護婚期走恩欺欄抹黑 說這個當家不鬧事 要反手為攻 根本國民黨只有這種手段 為什麼我昨天不上台發言 因為韓國瑜設個牽套 讓你們上台發言一個人就停下來 然後就表決 這是用假民主來反民主 我記著他這種行為 35年沒有使用過的舉手表決 上一次在台灣的國會使用舉手表決 是在民國78年的35年前 現在同時舉行舉手表決的國家叫做中國的人民大會堂的人大代表 傅觀其去了一趟中國回來 組合屋半個還沒看到 先看到他把中國人大的舉手表決 重新在台灣重現 我簡單歸納昨天的整個國會的運作 黑箱橋條文透明公開在哪裡 程序不正義 民主審查全失靈 意識不中立 意識規則會轉彎 表決不公平 做票一路做到底 等一下我們幾位委員會分頭來論述這些 從來沒有一個條文法案 連朝野協商院長主持的半個條文沒有進入實質審查 但是要強行表決 強度觀山 而且到表決前一刻 在場的委員沒有人看到要被表決的條文是什麼 甚至在場還被選擇性的宣讀 那我要再提醒韓國瑜院長 你還有最後一次機會 只要你的嘴巴說出四個字 繼續協商 就不會再有下一場的暴力 昨天國人已經給了你一次機會 繼續協商這四個字 從韓國瑜的嘴巴說出來 有這麼困難嗎 熱滑 エネ 二十五五三十四五五五五五六五五五五五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